第1421集 换作是别人 他恐怕会当成一个小孩子的痴心妄想 胡言乱语 异想天开 可他的身后不仅有少帅 还有站在统一战线的三大名门 甚至还有四大豪门的沈家 四个家族组成了庞大权势 足可以颠覆京都的风云 一如现在 他光是靠着自己和少帅的势力 就把韩家踢出了四大豪门 打破了四个豪门互相制衡的局面 芸汐为他描绘的壮阔蓝图 让韩耀天蠢蠢欲动的野心 一下子燃烧了起来 芸汐冷眼看着韩耀天的脸 变换了好几个表情的神色 他很清楚自己的解说 足够挑动他的野心 比起什么父子亲情 男女爱情 在韩耀天的心目中 权势和地位 财富 才更加重要 这是每个男人都梦寐以求的东西 有人把你想要的东西 摆在你面前 任你挑选 很少会有人不心动 韩总觉得我的提议怎么样 韩耀天抬起谋 眼底还闪烁着 难以抑制的激动和迫切 你的提议 换了是别人都会心动 可是以目前的情况 韩家又跟乔家联姻的可能性不到 乔家必定不会同意的 我竟然敢开这个口 能让乔家一定会同意韩家的联姻 可是 韩耀天有些不解地看着她 她突然发现 自己竟然看不透一个小丫头的心思 这个小丫头不仅野心勃勃 心思也异于常人 她既想跃跃欲试 又不敢轻举万动 生怕她在后头 还埋伏着什么后手 毕竟这种好事 落水身上 谁都会斟酌一番 天上不会掉馅饼 只会掉陷阱 可是乔家 不是你扶持上去的吗 你现在为什么又想帮我 吞并乔家呢 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没有她少帅的帮忙 乔家不会有今天 可她今天却又说 要帮她吞并乔家 韩耀天实在猜不透 芸汐到底在想些什么 难保她不会借她的手 除掉乔家 然后 拖她寒家下水 巴尼 两个原因 第一 怀你上次金拙的人情 第二 乔家大小姐对少少 少帅 虎视眈眈的 为了避免她变成第二个 韩晚林算计我 那我只好先下手为强了 她这么一解释 反倒是把一场 看不到硝烟的厮杀 说成了女孩子之间 争风吃醋的争斗 她喜欢少帅 所以见不得别的女人 染指觊觎 这个解释 倒是可以说得过去 毕竟少帅这样身份 出身的男人 是个女人都会不择手段的 想要抓住她 抓住了她 整个京都 甚至都可以横着走 想要什么 难道还在话下吗 韩耀天这么一响 心里头有片刻的松动 可是乔家那边 恐怕不会同意 我手里有乔心立的黑料 乔家刚刚踏进四大好门 现在最注重的是民生 一旦有任何证据 确凿的风吹草动 都足够把他们 从还未坐稳的位置上 拉下来 毕竟 三大迷门的掌权人 可不介意 再投票选举一次 韩耀天点点头 英智的眼眸里 闪烁着一抹狠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